我们今天主席排了这么重要的一个法律修正案 我觉得是蛮值得一探大家来讨论的 但是我们是先请这个市长 市长请 市长 刚刚在讲说体育班的退场机制 谈这个之前 其实我是觉得说要先谈大学的退场机制才是对的 资源的分配 你从教育部里面来看 资源的分配 其实是在高教的集中最多 钱都花在那里 那我们老是讲说 穷不能穷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 我们的体育班 体育教练的缺乏 这个不是一朝一夕 那我们在讲多元学习 多元价值 那甚至是专业教学 我们通通都没有啊 那历年来我们这么缺运动教练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来自于哪里 一开始当然是资格 那个法治 认用资格 几年前就处理了啦 那现在主要就是原额建制 跟建制之后的人事经费 反正就是钱嘛 钱嘛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我才说哦 你们在要选举的时候啊 上次总统啊 下次民意代表啊 每个人都说 穷不能穷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 一穷的时候啊 啊 欠当内都就是 我孩子开始欠去 老实说 我们铺桥造路 营建的经费 这二十年来三十年来 这个国家 税出不断支出 都是在这个硬体上面 投资教育的经费 老实说啦 如果扣掉人事成本 还有通货膨胀 不增反减 我们必须这么说 所以体育班 无论如何啊 这个对运动教练 这个东西 一定要排除万难 你不能老是说没有人事费这样子啊 我们认为 应该要 尽量排除万难 赶快让这个运动教练可以入进去 另外 我们在讲说 今天啊 职业学校法第十五条 职业学生免纳学费 政府编列预算补助 我们可不可以答应 在我们报告里面也做一个说明 就是说 就推展十五年国教 这样的一个立场 这是一个应该 那个追求的一个理想方向 就是全体公私立高中子的学生都能够免协费 但是 那个相关的预算经费的筹措 还是必须去整体国家财政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之下 我们分阶段 那基本上是从 你们现在说 产业特殊需求类科 实用技能科 建教合作班 进修学校 这些 这些我觉得还不错 这些真的是 是学生当中的弱势 但是呢 全部高职人数五十八万里面 这些就占了这个 呃 全部高中职的六十二percent 但是这个这四类 占了几percent 呃 在第1业跟第3业都类有这个 呃 那个 这几类的一个人数 像实用技能班是五万六千多人 我这人 你偷偷告诉我几%啦 那 那个如果连那个 即将要实施的原住民学生都加进去的话 大概是28%啦 28% 那你们 你们 国家整体财政 你们现在国家的 这个领导者 马英九先生 马英九总统 在选举的时候的证件 你们是预计让他去跳票吗 总统 之所以可以成为总统 是因为人民检验过 人们对他的这个证件 予以肯定 所以我们依据你的证件 我们来支持你 那今天 证件落实成政策 然后法令 配合法令修法 这个是政务官 跟理应要配合的 所以啊 总统的专业 也有他也专业啊 他也不是随便就拿出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修法 他说我高中职免学费 或是高职免学费 你们一直说配合国家的这个财政去考量 现在只能做这样子 但总统说四年内 这一提 去年的时候还说啊 一定要这个询问这个进度怎么样 一定要贯彻这个政策 去年马总统还这么说 你们今年要告诉我们 你来告诉我们 四年内可不可以啊 目前是财政困难 四年内可不可以 在在2012年可不可能 我们现在是98学年度 肯定99学年度 我们会有进一步的一个 補助的一个对象 我现在讲是 马英九总统的政见 全面免学费啊 2012年以前可不可能啊 至于说高职或者是全体 那个高中职的免学费 其实我们本部也都拧有相关的计划 也曾经那个好几次去做过报告 因为现在还没有那个整个 那个财务议算还没有完全筹错 怎么会没有办法筹错 那就是190亿都算好了啊 人家总统提出政见就是因为 他也算过了 他也知道啊 所以教育部是一直持续在 你是要2012要选举那一年才要 才要说好 选举大楼开支票 2012年高中高职免学费 最后那一年才来免学费是不是 会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已经啊 确定的部分 随时那个 那个会向大院跟外界做一个报告 没有啦 市长我要问你啦 2012年要选举那一年 会不会全面就说 2011啦 2011年大概年底就会选了 明年 会不会变成高职全面免学费 2011 这个都我们一直在争取啊 我们一直在规划 在分析争取啊 我在问你会不会啦 第一个 第二个 会的话 那那个钱会从哪里来 有可能你来评估一下会怎么来 因为在啊那个裁员筹措或者税入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行政院啊 必须咨询财政部主寄出这边的相关 对啦 所以这跨部会的 你但是不要忘了 人家这个是政务系统有政策上的规划 人家全责清楚啊 我就是这个政见 我就做这件事情 到时候在人民在检验 所以你们是政策在领导 在决定这个方向的 又不是你个人事务官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现在问你是说 如果2011年年底2012年要选举连任 那这个会不会突然就说 好去年今年还不行 就突然就说要做了 那这个钱啊有可能会从哪里来 我现在问你说 钱有可能会从哪里来 会不会排挤到现在既有的教育资源 我们交易部在相关的计划跟简报里面 是有那个充分表达了 就现有的交易议算 那个基本上都有他 那个原来需要的一个支出用途 所以如果确定要实施这个进一步的高值 或者是全体高中职免学会的话 我们有分析相关数额 那一定要另外另外帮我们加累 在这样的一个经费 所以你认为说 第一个马英九总统竞选时开出的支票 是不是变成拔蜡票 在你们目前为止来看 你们专业的立场是认为说 没有财政筹措的可能空间 所以如果照你们现在的状况来看 但是认为不太可能 所以这条会跳票变拔蜡票的可能性很高 但是 因为你们也不是最后的决策者 那决策者硬要做的话 财政这么紧缩的状况 你认为教育部门 你是希望他们外加外挂进来 才不会造成资源排挤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请教你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保证 绝对不能在现有的预算内去挤出来 一定要外挂 这笔钱一定要外挂去争取 我想至少我们教育部在相关计划 那个争取或简报的时候一定会 那个 你要保证啊 你至少你个人应该要做在专业上 你要保证 我们一定会分析说明 现有的预算 有它不同正式支出的一个需求 那么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话 还是需要 那个有相关的资源考量 对啦 我在跟你讲 这个我都知道 现在我说你要给我们保证 绝对不会排行其他资源 你们一定会努力去争取 这个经费要外挂加进来 这个还是你们的本业啊 因为政策不是你们能够决策的 政策是上面的人啊 上面人负最后的这个责任啊 但是这个政策跟你专业的 在业之间冲突了嘛 现在你看起来是冲突嘛 你们说上个次来立法院报告说 要沿你大学退场机制 总量管制大学总量 结果人家马英九就一句说 破除非破不得已 否则大学不会有退场机制 我要讲的是 政策不是你们拟定的啊 教育部说我要总量管制 我要退场机制 人家马上赏你们一巴掌说 我不会有退场机制 今天你说啊 我们现在财政困难 人家说我马上找钱来给你 或是你一定要给我做 选举到了 那你们的专业要怎么 守住那个 学生的受教权啊 这个才是我们在乎的 我们在乎的是你不能 用到教育资源的排挤到其他的经费 我们希望他的政策要兑现 人家说我们希望他兑现 但是又不能排挤资源 那怎么办 所以我想我们交易部 就是要做好那个计划草案 然后也考量相关的配套 那在未来争取的时候 也要分析现有的总体预算 那个交易议算 你就坚持一项 绝对不能就现有的教育资源去进行再分配 你们要外挂就是这样就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在谈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这个高中子免学费 但是我们更在乎的是在这个过渡时期里面 市长你知道多少高中子的见教生 他没有办法进场实习休学 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那个是不是让我们没关系 我来告诉你就好了 这个目前延迟进场有3038名 所以这半年内无法进场实习的见教合作生 成长了八倍 八倍 然后我们说免学费 可是这些见教生之所以称为见教生 不是因为他们的学费而已 他们的日常生活 他们的生活家庭开销怎么办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市长 那我想对于那个 因外界企业 那个或者实习单位的相关状况 不能进场实习 我们基本上 那个一定 优先调整那个课程的需要 让他那个在学校受交易 绝对不治中断 至于对有特别需要 生活辅助的家庭 包括我们学产基金或者学校的相关的 紧急助学措施 那我们会 那个都特殊资格 那个都不在这个 非常态的状况 这是一个紧急事件 他不是因为你免学费或者是有 具有什么资格可以申请奖学金 然后让他们去念书 他们的问题不是 他们是连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像我们那个 还有你来看这个高职毕业生的失业率 确实更可怕 主基础的人力资源调查 15到24岁的高职毕业生失业率 在2006是10.22 2007是10.61 2008是13.62 是我们当 那该年度失业率的5.85 所以高职毕业生的失业率居高不下 而且年年成长 是全国失业平均值的2倍 你们说 你们这个高职是这个产业接轨 建教合作 他们一直 产业到底有没有接轨 毕业 他没有工作怎么办 失业率这么多 你还说免学费来通通来念 念完了没有工作 你说那不是我教育部的问题 那是产业的问题 那产业如果是未来的产业方向 是错误的 那你高职 高职生的产业方向会是什么 那个视野够不够 我们在讲的是教育部的视野和高度 不要让他们变成说 经济弱势再复制 永远沉沦永不得翻身 弱势的人念高职免学位 念完再来免就业 因为直接失业 然后因为你的高职的科别是那种 落日产业 那怎么办 你们的高度在哪里 你们怎么让他们高职的科系 这个未来的规划是明日之产业 而不是昨日之产业 市长 所以在那个进程上 当然就是那个个案学生 在就学期间以及毕业前夕 对职场的一个接触认识 以及那个就业的辅导 这个我们辅导体系 学校体系应该加强办理 那至于中长期的就是 各种职业类科的那个社科 一定要也要配合 那个国家 那个中长城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消长状态 现在你要跳脱现在的思考 你们真的要好好想想百年大忌啊 30年后的产业是什么 那科系要不要转型啊 人家这个创意产业在发达的时候 你高职还在那边传统产业 特别 还在那边美容美髮 在讲创意讲文创的时候 那你准备好了吗 资讯产业稍微转过来了 那还有没有别的产业 看到这个方向啊 市长谢谢 好 谢谢委员持久 谢谢林委员 谢谢市长